来 欢迎来到Alice & Rita channel 今天我们要分享怎么做烧包 叉烧的方面有猪肉丁、青豆、生姜、老抽、叉烧酱、生粉水 还有一杯半的清水 窝里先加少许的油烧热它 然后放入生姜去爆香 然后加入猪肉丁 我们就可以翻炒 大约5分钟 猪肉的颜色不是红色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老抽 搅拌搅拌 然后再加入一杯半的水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小火 然后就焖它二十五分钟 直到它收干的水 收干水之后我们就把三汤匙的叉烧酱放进去 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猪肉已经熟透 然后软润了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青豆或者是甜豆倒进去 然后再加那个生粉水沟线 然后就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冷却 冷却后我们就分成12个等分 每个等分是25g 然后我们就放进冰箱冷冻两个小时冰箱 就好了叉烧了 我们就来做酥皮的方面 OK 记得哦 水皮是用中筋面粉 油皮是用低筋面粉 我们先把猪油放进我们的中筋面粉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水皮 然后糖就放进滚烫的热水中 搅拌到它溶解 我是用手指就一直把那个面粉的混合在一起 它就变成好像雪花形状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加入三分之一杯的水 混合搅拌它 然后再加入 再继续搅拌它 这个动作就好像洗衣服这样 然后再加把剩下的水都加完 然后我们就一直揉捏它 就像洗衣服的 然后你就把 你看那种边边的那种粉 你就全部跟它加入进去 这样 好 那我们就把它一直揉捏 揉捏到它成团就可以了 你就会看那个盆已经开始很干净了 光光的OK 我们放在桌子上面揉捏一下子就可以了 大约再揉捏多三四秒这样就可以了 那面团呢它是很揉软的 可是它是不粘手的 就是不会粘住你的手的 那我们就放在一边 等它醒面 大约三十分钟 然后我们就要用保鲜膜盖做它 不然的话它就会风干OK 油皮方面呢 那我们也是一样 用低筋面粉 然后把猪油倒进去 然后就这两个材料而已 然后我们也是像刚才这样 就用手指这样揉捏那个面粉 一直揉到它成团 它就会比较 这个时候就比较有一点油油的感觉OK 你看我们就一直拆它揉它 然后那个粉的话它就往前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盆啊也是干干净净的 等一下也是光光的OK 手指也是干干净净的 那现在那个盆已经很干净了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螺成一条长形 然后就切成12个等分 然后每个等分是17g左右OK 然后就把12个等分螺成圆形 就可以像一滴球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就包上保鲜膜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 就是冰箱啊不是frozen啊 30分钟过后了了 我们的水皮可以操作了 然后把它螺成长条 然后分成12个等分 每个等分是32g 现在我们就把这12个都滚成圆形 或者螺成圆形 那个风口朝下OK 然后一定要用保鲜膜盖做它 拿出我们的油皮 那我们现在是水皮包油皮OK 拿那个水皮OK 风口朝上然后压平 然后再把那个油皮包进去 那慢慢推它上去 记得是浮口收口 OK一定要收口啊 密封了哈 做面呢放少少的粉 就轻轻的撒上去就可以了 OK收口是炒上的OK 这样我们轻轻的把那个面团压平哦 然后用擀面棍哦 向上跟向下两边轻轻的推开OK 轻轻的哦 这样的话它就会破皮 然后用手指轻轻的卷起来 那卷好了之后呢 那个收口 又是炒上 然后又用擀面棍 向上向下轻轻的推出去OK 因为厂的话它的那个酥皮的橙色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又是用手指轻轻的往上推 就做好了咯 之后我们可以预热我们的烤箱 375F 190C 然后桌面上还是撒少许的粉 OK收口是朝上的 我们就用擀面棍把它擀薄 就擀成一个圆形 那我们就是擀到周边薄 然后中间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入馅料 放在中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像包包纸这样来薄啊 OK这样慢慢的折哈 OK 然后把那些馅料都包在里面 然后你的手指如果是碰到那种这样子的话 你就弄干净哈 不然的话你的手湿湿的话 那个皮就不会粘在一起OK 那我们整下形 就整圆哈 然后那个收口封住哈封住哈 那12个都包好了 我们就放在烤盘上面 然后我们就抹一些蛋黄叶在它的表皮上 轻轻的抹上去就好了哈 也不用抹太多 就是薄薄的一层 因为我们还要上第二次的蛋叶 我用的这个是毛锁来的 比较柔软哈 冻磨好了之后我们就放入烤箱 总共要烤25分钟 就是375度Fernheise 190度Celsius 然后我们烤到一半 我们就再拿出来 再抹上第二层的蛋叶 然后再撒上一点白芝麻 芝麻就烤起来就很香哦 再放入烤箱继续烤 总共烤25分钟啊 直到它金黄色 出炉了咯 好漂亮哦 你看如果你包到不太好的话 它就会爆浆咯 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馅料剪到20g 这样就没有这样容易爆出来 就算爆浆那个口感还是一样的好 就是没有这样漂亮而已啦 勉强勉强过关啦 ok 准备好了没有 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的烤包怎样啊 真的是很脆 听它声音都知道 而且脆到酥酥的 ok 它的层次也是做到很漂亮 一层层的满意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哦 谢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点赞和订阅 记得订阅点赞和订阅 记得点赞和订阅 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